我们就开始了 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 无论在哪里,在中国、印尼、美国 我们都来到同一个施恩的宝座 主啊,要求你的随时的帮助和同在 要求主赐下你的恩语 要求主赐下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你的帮助 主啊,要求你真的来苏醒我们的灵魂 我们要求你来复兴我们的生命 主啊,求主赐下能够帮助我们的真理 帮助我们的这个恩言 主啊,求你祝福各位 求主保守我们一下的时间 求主与我们同在 感谢赞美你 主,我们将祷告、昭读、仰望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好的 好 今天我分享的时间不会很长 但是 而且可能也没有太多是很新鲜的 但是就是今天早上我在祷告的时候 就觉得有这个方面的感动 我的妹子名叫玛利亚 在耶稣脚前坐着听她的道 马达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 就近前来说 就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 呃 不可小的只有一件 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 阿们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经文是特别的 呃 或者说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命的根源 就是我们和主的这个关系 我们和主的这个这个交通 对吧 我们不是说我们要为她做什么 而是我们要真正的认识她 没有错 这个是我们常常强调的 也是需要特别的强调 因为我发现好像是在东方人啊 就是好像他们倾向于就喜欢忙 喜欢做事 对吧 所以常常用这个来取代 这个真正的认识主这个方面 就是用这个为主做事 对吧 来来代替就是真正的跟主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 那反过来西方人呢 好像有另一个倾向就是自私 所以可能西方人就会强强调就是说 我跟主的关系就是我和主 我不是 我跟别人反正无所谓 别人怎么样 或者说 所以可以忽略这个团企生活 或者说甚至是说 哎呀 我就 我我生命的重点就是要认识神 所以我不需要去为她做见证 不需要去服侍 不需要去完成什么 什么使命啊之类的 因为就是要认识神 认识神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文化背景会影响我们 但是我们总是要回到一个平衡 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 然后我发现有一个奥秘 或者说有一个圣经里面是体现出一种真理 就是说每当神像一个人显现 每当神就是说来亲近一个人 像一个人显现 他同时他同时也会给某人一个使命 他也会给某人一个吩咐 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认识神和服侍神是分不开的 就像那个大使命 或者说那个大诫命 对吧 是我们爱主 我们神和爱我们的灵色如己是分不开的 同样的认识神和服侍神是分不开的 或者说我们跟主的这个交通 我们跟主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和我们完成他的大使命 或者说我们去服侍别人是分不开的 是分不开的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我们很多年坚持一个基本的一个价值观 或者说一个意向 就是赢得一个 建造一个 差遣一个 什么意思 就是赢得一个是指 我们基督徒要传福音 我们要赢得灵魂 我们要教人归主 我们要教人真正的认识神 所以我们第一个使命 或者说这个大使命的第一方面 是做见证传道让人知道对吧 所以就是赢得一个灵魂 叫人脱离黑暗 进到光明当中 那第二呢也是一样重要 分不开 就是要建造一个灵魂 就是说你要叫这个人真正的认识神成长 可能你叫他脱离黑暗 明白真理 明白这个道 但是呢 接下来他要成长 他要维神在教会里面 他要那个开始在教会里面来服侍 他要学习神的话语 这是个过程 成长是个过程 所以这个就是建造一个灵魂 然后呢 完了呢 我们知道人长大了 不是一辈子待在家里面 人长大了 他要独立 人长大了 他要开始负责任 他要开始自己建立自己的家庭 或者说自己的事业 或者说他自己的什么事情 所以同样的一个基督徒呢 当他成熟了 当他长大了呢 他要被拆迁 他要被主使用 因为我们相信神用 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一个计划 我们服侍神的计划 我们服侍人的计划 所以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框架 我们要明白的是 比如我们有这个网上的这个培训呢 也好 或者说我们常常分享这些方面的视频也好 往往都是以这个信徒和主的关系为重点 就是信徒的悔改 信徒对罪恶的人士 信徒对这个就是可牧生 要有一个可牧生的心啊 追求圣洁啊 被圣灵充满呢 对吧 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 我们来上这些课 我们来听这些道 最后最终有一个目的 是什么呢 就是要让你成为神的器皿 不只是让你自己被造就 当然就是说 我们达到目标是让你自己被造就 但是那个不是最终的目标 而是你自己被造就之后呢 你自己被建立之后呢 你自己开始服侍别人 当然我们知道 常常东方人有一个倾向 他们是热心过头 就根本自己啥都不会 啥都不知道 啥都不是 然后要去好像服侍别人 要来建立自己的一个王国什么的 所以这个有一点失了次序 有一点乱了次序 对吧 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否认 当然一个人领受了 就算耶稣只是触摸了你一次 其实你现在看的比你周围的所有人都更清楚了 因为耶稣摸着了你的眼睛 你现在看见他们都不能够看见 你都不知道耶稣是谁 你都不知道服侍是什么 但是至少你看见了 你可以为你所领受的做见证 这个是肯定的 从第一天认识神 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经历 所以但是如果说我们要达到神 更大的一个目标的话 这个是要时间 这个是要学习 这个是需要操练 这个是需要不断的追求真理 追求圣经 追求灵命的成长 所以就是说我们提供这些学习的机会 这些资源始终也是有一个目标 就是教你自己以后无论在哪里 能够被神使用 如果你听到这个没有让你的心跳 我想你是死的 你能够想象吗 被神使用吗 有什么事情能够比这个更加的精彩啊 对吧 所以我说如果你听到这个 你成为主的神的使者 你成为神的器皿 你被主使用如果你听到这个 你不激动 我说你还是死在过犯当中 你还没有活过来 你还没有被复兴 你还没有傻眼看见 对吧 因为呢或者说会让你非常激动 或者说会让你非常的害怕 想要使用我 对 没错 所以 这个就是说我分享一点 我们做这些方面的培训的一个 一个目的 对吧 要祝福你 没错 肯定是要祝福你 但是那个不是最终的这个目标 而是让你被祝福 为了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宁愿 如果你说我不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就是很自私的一个人 我只要管我自己的灵魂 我就管我自己幸福快乐 我根本不在乎别人 我也不愿意被改变 不被更新 去在乎 去关心 我周围的人都是太可恶的 我都恨他们 我也不愿意被改变 不愿意我的这个刚硬的心变成一个肉心 来爱我这些仇敌 来爱我这些周围的那个身在黑暗当中的人 那我宁愿你就不要再听这些学习了 你可以出去了 我们不要你这种门徒了 你没有用啊 你不能够 我们即使你心里说 我承认我心里很刚硬 我不爱 我不关心我周围的人 但是你说 但是我愿意被更新 那感谢主 那感谢主 有希望 但是如果你说 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也不想改变 也不愿意被改变 也不愿意被提升 也不愿意怎么样啊 出去吧 我们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啊 我们也不愿意来 花这么多的心思 在这样的 没有用的这个人的身上 实在是 如果我没有要求 你必须是怎么样怎么样 多有爱心 多有爱心 但是你愿意成为主的器皿 就是愿意做 愿意被塑造 愿意被更新 这就是一个先决的条件 如果你不能够满足你 或者说你不愿意满足这个条件呢 你干脆出去吧 我们和你无关了 你跟我们不是 你跟我们不同 那个叫什么 不同道 我们叫什么 中国话说什么 道不同 不相为谋 对吧 所以我 但是如果你说 我愿意被改变 但是我心里很刚毅 我心里很这个 那感谢主 你可以加入我们这些 这群在过程当中的 被塑造的过程当中的基督徒 爱主的 但是爱的不够 爱我们的灵色 可是我们承认也还爱的不够 但是我们愿意被更新 我们愿意被提升 我们愿意被主塑造 所以 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说 神要使用你 神要差遣你 真的 对吧 不是说每个人都做一个传道的 不是说每个人做一个牧师 不是说每个人做一个什么 什么样子的 但是 无论你在哪里 是在家庭当中 你是在学校里面 你是在什么环境里面 神在那里 要使用你 所以 我们要有这个心理的预备 我们也要有这种心理的这个渴慕 对吧 所以 刚才我读这个 路章十章三十八节 读到这个马大跟这个马利亚 常常我们就以这个 马利亚为这个榜样 没有错 在这个经文里面 他确实是耶稣基督 要强调的这个 最好的榜样 对吧 他不会 他选 马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 其实马利亚等在耶稣脚前 接受他的教训 其实这个不是基督徒的唯一的正确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自示或者说唯一的正确的一个做法 因为我们知道 就像我前面说的 当神像一个人显现 他也会向人启示一个神秘 他也会给某人一个吩咐 一个命令 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对吧 就是亚伯拉罕 神像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 在那个 《创世纪》 12章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节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复杂 往我所要只是你的地区 我必教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教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教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于他 那救助你的 我必救助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 因你得福 亚伯拉罕就叫着 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所以我们看见神 小于了这个亚伯拉 亚伯拉罕 是现在还没有改名 亚伯拉罕 然后呢 有在这个启示当中 也有一个吩咐 所以亚伯拉罕就叫着这个吩咐 他就去了 神的吩咐就是离开这个地方 离开你本族啊 你本家啊 然后就去我指示的地方 这个就是亚伯拉罕 还有这个摩西 神向摩西显现 对吧 当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跟他讲 我要拆迁你到埃及去 干嘛 要叫我的百姓去 要释放他们脱离发牢的时候 摩西 摩西一百个理由 他为什么不行 他甚至还说 主啊 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 就是从你对普通说话以后 也是这样 我本是着口奔舌的 摩西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我是做口奔舌的 我不能 我不善 善叫什么 我是不是能言善变的人 我是没有口才的 我有这个口吃啊 我是不行啊 主啊 你干脆拆遣别人 但是神还是不接受摩西 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为什么他不能够去 同样呢 我说啊 无论你有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 你为什么不能够成为神的器皿 你为什么不能够被神使用 我说啊 神不接受 一个都不接受 这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 神全部都拒绝 全部都拒绝 甚至我以前认识一个弟兄 他是很有钱 他总是怕神会要他的钱 所以他把他这个钱存在一个账号里面 就是农的连他自己无法取出来 所以就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账号 但是我知道他一把这个钱投资进去的话 他无法把钱取出来 为什么他这么做 因为他怕神会叫他奉献这个钱出去 其实就连你这么做神也不会接受你的理由 他会让你昼夜被折磨 一直到你降服为止 同样的 神一直跟这个 摩西一直跟神狡辩 一直到他降服为止 你这一生呢 无法平安的过日子 除非你完完全全的与神 相服 他的旨 即使你有那么多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神一个不会接受的 你越快放弃越好 还有那个 我们想到那个积淀 神不是呼召那个积淀吗 那个神要使用积淀 神要拆遣积淀 积淀也是有很多的理由 积淀甚至这样说 积淀说 主啊 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 我家在马那西之派中是至贫穷的 好像他是中国人 对不对 因为他认为 因为我穷了 没有钱 所以我不能够救人 我不能够为神做一个好的奸证 因为我穷了 哦 这个有钱就是有奸证 没钱就是没有奸证 很多中国人是这样的一个思想 可能不至钱 那时候就是我没文化 不能够做一个奸证 或者说我有这个问题 有那个问题 所以我不能够做奸证 哦 弟兄姐妹啊 你什么时候要明白 不是你有钱没钱 不是你有文化没文化啊 是神是不是真实的 神有没有真正的居住在你的心里面 神有没有更新你 有没有给你造一个新的心 有没有让你有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这个祭奸他就说 我是在富家是至微小的 又贫穷 又是在富家至微小的 我没有名气啊 我没有地位啊 我没有什么钱啊 没有什么文化啊 你还不明白神是专门 拣选这样的人吗 为了让人知道 我们的见证不在于今生 所产生的这些东西 保罗本来是有文化 但是当他信住 他把这些基本上都放一边 他丢掉他边亚民派啊 我是法利塞人当中的法利塞人啊 我是什么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啊 但是当我信住 我把这一切都算为分土 我们拼命地要抓住的那些东西 刚好是神要我们放弃的东西 那个才不是一个真正的见证 真正的见证 是耶稣基督改变我们生命 耶稣基督更新我们 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 然后我们活出来 然后我们见证神的真实 以赛亚呢 也是蒙教啊 对吧 这个以赛亚蒙教 他有一些也非常的合理的理由 他说 祸灾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最纯不解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解的民中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 万君之耶和华 所以我没用 所以我不能够被你拆钱 所以我不能够为你所使用 神有办法 什么办法 就叫那个基督伯呢 去拿那个煤炭 然后沾他的嘴唇 然后接近他的误会 所以如果你的问题 哎我误会 哎我没文化 啊我没钱 我没有地位 这些呢 神都有办法了 神要的是一个降伏的器皿 他要 不只是降伏 好像我很勉强 我必须要顺服神 你不知道吗 难道你不知道 这个是我们今生最精彩的事吗 就是第一认识神 第二 被神使用啊 还有比这个更好的事吗 这就是天国降临了吗 这就是天堂降临了吗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荣幸 还有那个耶利米 耶利米呢 也是年轻的时候 神向他显现 所以他是有很多的理由 但是他就说 神就对他说 我未将你造在腹中 我已晓得你 你未出母胎 我以分别你为圣 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 我就说 就是耶利米说 主要话 我不知怎样说 因为我是年幼的 哦对 年幼的 所以他不能够被神使用 他是没有足够被神 对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理由 就是神不接受啊 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 反正是我要话拆遣你 别人听不听啊 那是 那个是和你无关了 那是他们的问题 但是我要话 要拆遣你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今天要提醒大家 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最终的目标 不只是说我们自己要得救 这个是最主要的 这是第一步骤 没有了这个 做别的都是没有用 但是呢 我们不能够停留再次 哎呀 我自己蒙福了 啊我已经认识神了 啊我自己已经蒙福了 如果说我们最终的目标 就是自己得救 自己蒙福的话呢 恐怕我们还不是一个 合乎圣经的基督徒 因为主 他不但要救人 他要使用人 主 不要单单塑造你 让你蒙福 使你分别为圣 他要塑造你 他要使你分别为圣 为了拆遣你到一个污秽的世界当中 他要把光放在你自己的心里面 因为他要把这个光放在这个黑暗的 幽暗的一个世界当中 一个世代当中 知道吗 神不但要让你享受和他的这个关系 他要让你分享 和主的关系 跟你的周围的人 跟你周围的环境 他要我们做光做眼 有一个次序 我们是枝子 它是葡萄树 我们要 那个 接上这棵树 我们要藏在它里面 它的话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遵守它的命令 结果呢 它的圣灵充满我们 它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 它的道在我们的里面 然后呢 因为有这个关系 我们做真正 因为有这个关系 我们开始传福 因为有这个关系 关系我们 我们做光 我们做眼 所以我们需要 同时心里 存一个 玛利亚 就是非常珍惜 和主的这个 这个沟通 和主这个亲密的关系 同时我们每一个人 都必须要存一个 玛大 所以我就重复说 我们常常我们讲 玛利亚好 玛大不好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是一个次序的问题 我告诉你们 如果说 耶稣在那里 叫到那个玛利亚 几天之后 他肯定会 以后会走 然后叫玛利亚 你现在要出去 做见证 你先被造就 然后你要出去 做见证 不是说你一辈子 就在这里 等在我脚前 以后呢 你要学会如何 一边等候 一边出去做工 一边来领受 一边分享出去 这就是秘诀 这就是成长 不断成长 不断那个 领受新鲜的一个秘诀 什么呢 要给出去 如果你光是领受 所以我很怕 有时候在我教会里面的 这些人呢 他常常听到 常常 但是好像是一个 很被动的领受 领受 领受 那等一下这个 这个玛拿会腐烂了 会臭了 你领受那么多 但是你如果没有给出去 如果你自己 没有主动的去找机会 如果你自己 没有被神使用 如果你没有去 主动的服侍别人 等一下那个玛拿 都会臭的 吃玛拿 试神的道 是神的真理 是神所赐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 正确的去运用 等一下你 你所领受的 也都会被夺走了 对不对 因为不只是说 让你个人享受 享受而已 你要去用 你要去给予 你要去分享 对不对 要成为主的 要成为主的器皿 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 我们不是一个死海 死海有约旦河流到它里面 但是它没有一个出口 所以那个水是死水 没有生命在里头 因为那个水 那个水 好像毒了 对吧 同样的 如果你只有领受 可是没有给出去的话 你这个生命会臭 会腐烂 神的这个意思是 我们一边要做这个 玛利亚 这个是优先次序 我们一边要做一个玛大 我们要伺候 热心的服势 我记得我 已经多少年前 二十多年前 我还没有 住在中国的时候 但是我又去一趟 就是 就探 那个去 会探 那个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一个 圣经的一个培训班上 有分享我的见证 分享一些 一些道 然后我记得 我当时 这是多少年前 我记得 有一个姐妹 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个姐妹 好像还有几个别人 但是我就记得 那个姐妹 我记得跟他们分享 就是说 我这个人生的这个 目标 或者说 不是目标 就是我的 我的动力 就是什么呢 要认识神 要认识神 亲近神 要被主使用 要被主使用 这就够我们用一辈子 但是我们要常常 省望 这两个大火 对吧 如果我们只有服侍别人的火 等一下会熄掉 因为什么供应服侍别人的火呢 是我们和主亲密的关系啊 如果这个断了 等一下 这个是没有光了 没有能力了 那个河流呢 那个 那条河会 会那个 好像 干掉 反过来 如果我们 只有在这里 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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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 没有给出去 没有去服侍 没有去帮助 等一下呢 这个往往会都会 改变 会变成很怪 会变成非常神秘主义 会变成非常的自私 非常的 往往也会开始出 各种各样的神水的问题 对不对 很极端啊 所以 我们必须是 一边 领受 坚力跟主的关系 一边 服侍 一边 照顾别人的灵魂 一边 为主 做见证 一边 给出去 这就是一个正确的 一个词绪 我们 一边 心里 要效法 玛利亚 另一边 要效法 玛达 弟兄姐妹 这就是神 为你这个生命 所定的计划 你知道吗 你必须要知道 不是你自己决定 你的命定 不是你自己决定 你要怎么安排 不是你自己 你要降服于神的计划 神的计划是 你要跟他建立一个 亲密的关系 神的计划 同时也是 你要做他的功 耶稣 耶稣有一次呢 他见了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之后 他在那里欢喜快乐 快要跳舞起来 为什么 他的门徒很稀奇 他怎么这么激动 他说 我们给你食物吃 我不吃 我有食物吃 是你们不知道的 是遵守我天父之谜的 你也要享受到这个喜乐 跟主的关系 是一种喜乐的渠道 最大的 但是我们服侍别的人的灵魂 也是喜乐的一个大大的一个渠道 你要尝到两方面的主恩的滋味 对不对 一个就是太阳 就是我们个人和主的关系 我们个人的祷告的生活 我们个人的就是阅读圣经 默想圣经 学习圣经 这个是一个大大的太阳 但是也有一个月亮 或者说有大大的诫命 是有一个次序 一爱神 二爱邻居如己 分不开 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 非常简单的 一个框架 希望各位能够明白 希望各位能够领受 我想今天我就讲这么多 我知道是简短一些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讲太多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道 但是就是要鼓励各位 要提醒各位 神要使用你 所以他拯救了你 不只是为了你自己蒙福 不只是为了你自己不下地狱 当然这是最主要 当然这是最重要的 但是呢 你不要那么自私 要容许神使用你 你知道吗 当你明白 哦 我不只是要自己好 我也要服侍别人 你生活也会不一样 之前有一个弟兄 在我们教会里面 当我跟他分享 这个赢的一个建造一个差践 他很紧张 他说如果我真的把这个当回事的话 以后呢 别人会看我的生活 如果我真的要开始 以我这个人生为一个服侍神的人生的话呢 那别人会开始要求我 等等等等 我说对 这个也是好的 会让你生活得更圣洁 更有约束感什么的 没有错 的确如此 所以我们必须要公开我们的信仰 所以我们必须要 因为这个也会成为我们自己的一个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 约束自己的一个动力 对吧 就是会让我们自己更加的要求自己 所以我说 昨天晚上我在这里 灵修在这里祷告 今天早上也是 我就说感谢主 明天早上 我在这个美国的教会讲到的时候 我就说 我要感谢他们 感谢他们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要跟你们讲到 我在这里 亲亲神 所以即使我讲到的不好 或者 但是这个是激励着我 或者说 逼着我 必须要去 更加 更加的亲近神 然后我在那里祷告 我真的享受主的同在 真的享受和主的关系 我说感谢你们 感谢主 所以真的是 服侍神是好 你如果真正的明白这个呼叫 明白这个使命 明白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多么的 必要的话呢 会改变你灵修的生活 会让你花更多的时间 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话语里面 要不然呢 要不然你会懒惰 你不要懒惰 所以服侍是一个个人灵修生活提升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说 就是说你个人的生命 当你知道我要跟别人传福音 你必须自己生活的不一样 所以从各个方面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的会帮助我们的 会帮助我们的生命提升 Amen 好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主啊 我求你祝福各位 在现在 在听 在就是 在思考 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些经文 这些 这些真理 主啊 也求主你 求你成全你的善功在各位的身上 求主来 帮助每一个人明白 你有一个计划 你也是拣选人的神 你也是要拆遣人的神 所以主啊 求你让每一个人接受他们的责任 接受你的呼召 接受主啊 他们不但要领受也要给出去 不但是要蒙福也是要祝福别人 所以主啊 求你 赐下你的恩典 求主兴起更多的使者 求主兴起更多的器皿 求主兴起更多美好的见证人 在世界各地 感谢咱们的主 我们这样祷告 交托仰望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